在2020年成都国际车展上 领克品牌正式发布了它一款全新的小型SUV 领克06 所以成都车展结束之后 我就第一时间来到了成都的领克工厂 来体验一下这款小车 不过非常可惜 因为今天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只有半天左右的时间 成都的天还是阴的 可能马上要下雨了 所以我只能简单来体验一下这款车型 先说说外观 整体外观保留了之前很多领克车型的设计元素 分体式的头灯在这台车上已经进化的非常漂亮了 保险杠下半部分的造型 在之前的领克车型上也可以找到 轮圈方面这台小车居然装了一套19英寸的轮圈 我觉得在小型SUV上可以说是很少见 而且轮胎 一套马牌的轮胎UC6性能相当出色 侧面最有特点的那就是这个双色设计 黑色的车顶蓝色的车身再加上一个亮色的试条 所以整体侧面看起来这台车非常年轻 这个亮色装饰在轮圈上也同样是可以找到的 而侧面我觉得最值得一说的那就是这个C柱 你远看好像它只是一个黑色的示板 但是如果你近看或者是不同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它是有种类似于钻石切割的造型 很漂亮 车尾尾灯的造型很有特点 也很精致 排气管左右共双出 这都是它的特点 而最有特点的鲨鱼锡天线 也是领克设计方面的一个特色 坐进这台领克06整体车内你会感受到 设计方面同样是很有个性 配色充满了活力 用料做工都很讲究 座椅很舒适 造型也很漂亮 配置方面当然是相当丰富了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车内仍然有一个地方 我不是特别喜欢 那就是方向盘即便调到最后 我觉得离驾驶者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远的 这个长时间乘坐可能不会太舒服 好了静态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之前我们郭德松已经对这台车的静态 做过详细的体验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起来看看 开起来之后我们先来说一下 刚刚我所说的方向盘离驾驶太远的这个问题 因为开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脚步有点不舒服了 需要把座椅往后调 来缓解一下脚步的问题 座椅往后调 脚是舒服了 但是又够不到方向盘了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这台领克06 又或者是很多其他BMA品牌的车型 都有这个问题 那就是油门和刹车踏板离驾驶者太近了 方向盘即便调到最后 离驾驶者也是有点远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领克06 又或者是很多吉利品牌下面的BMA品牌车型 在人体工程学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说完人体工程学方面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下动力系统 1.5T无轮增压的三缸发动机 177马力 255牛米 如果你了解吉利 都知道这款发动机 在之前很多吉利车型上都已经开始使用了 变速箱方面 一台7速双离合变速箱 整套动力系统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比较成熟 而开起来之后平顺性的表现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变速箱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顿挫感 而动力方面的表现 你日常驾驶你会觉得整台车算比较轻快 但是很遗憾 因为这一次试驾会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我们没有办法做测试 但是可以参考一下这套动力系统 在之前很多吉利车型上的表现 我觉得加速成绩还算比较让人满 但是提到三缸跟双离合 我觉得很多朋友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担心 我觉得这个三缸发动机只要不是高负荷的情况下 比如说像夏天开着空调满载上坡等红灯 又或者是身材油门极加速时 平时日常驾驶你会觉得走动真的不是很明显 不要拿它跟四缸车对比之开 真的很难察觉出来 这是一台三缸发动机 所以我觉得三缸发动机走动抑制情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变速箱7速双离合变速箱 它现在追求的不是换挡速度 所以日常驾驶我觉得它的平顺性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当然很多朋友都在担心 那我觉得你在担心的时候 不如去4S店试一下 亲自感受一下你能不能接受 因为毕竟去4S店试驾一下并不是很难 而驾驶感受跟行驶质感方面 我觉得这台车跟很多其他的BMA平台车型非常的相近 只是因为这台车的用料会更加讲究一些 底盘也增加了很多库版 所以开起来之后你会觉得NVH水平相比较它们会更加好一些 开快了之后车内的噪音控制会更加到位 而领克之前的车型 无论是01 02 03又或者是05 都是偏运动的设定 但是我觉得这台全新的06 虽然说开起来比较灵活比较轻松 但是跟运动真的有点不沾边 不过这也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一款小型SU 灵活轻巧就完全够了 真的不需要太运动 最后还想说一下我简单开下来 比较喜欢这台车的三个功能 第一那就是盲区显示 当你车速低于30公里时 无论你是打开左转还是右转的转向灯 对应的画面都会显示在中间的屏幕内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安全的 第二个我很喜欢的就是全自动停车 当你按下这个按键之后 它监测好停车位 你就可以带着车钥匙下车了 它自动把车停好并且锁上车门 第三那就是这个L2级别辅助驾驶功能 我也在厂家安排的全封闭道路里体验了一下 当你打开这个智能领航功能之后 它会自动跟住前车 当路面的白线不清晰时 或者是没有了 它会自动跟着前车完成并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比较好的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价格 这款领克06车型 目前已经上市了一款车型了 1.5T的科技先锋版 指导价14万5千6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价格 对于一款小型IC来说 有一点点高 不过本次成都车展上 这款车型也公布了 另外三款车型的预售价区间 12万06百到14万06百之间 这个价格区间 我觉得相对还算合理 不过这个价格区间 也和很多海外品牌的小型SV 已经有一点重叠了 比如说像别克塔安克拉 跟它的售价区间非常的接近 它的优势可能就是 整体外观设计比较年轻 比较时尚 内饰用料比较讲究 做工也比较讲究 但是这台车上市以后 我觉得可能也会遇见两个问题 第一 那就是领克品牌的接受度 第二 那就是如此时尚的外观设计 对于年轻人来说 很有吸引力 但是如果是面向 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大家能接受它的设计风格吗 这个还不知道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这款车更详细的测试数据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汽车之下的后续报道 10月3日的烵地补 这近期也有人会让你 我吗 那就是这种新的测试 我会知道 我会很想要 我会知道 那不是你 我会忙碌 感谢观看